各位,早上好。今年上半年,我国颁布减税降费措施,人均累计减税,1340.5元,你的钱包股了没? 1,iPhone 11112大起底。外形配置确认。 7月24日,据外媒报道,今年秋季发布的iPhone 11总计三款,屏幕分辨率和现款相同,依然是两款Retino LED,和一款LCD。 内部型号D42,iPhone 112,3,D43,iPhone 112,5,和N104,iPhone 112,1,分别对应取代当前的iPhone XS,iPhone XS Max和iPhone XR。 没有变化的还有Lightning闪电接口,不过Taptic Engine将有所升级,新环代号Lipt Haptics,有可能是为了完善3D Touch取消之后Haptic Touch机长按取代重按的体验。 摄像头同样是此次iPhone 11升级的重点,其中第42和第43将配备三颗主摄像头,新增的那颗用于广角拍摄,这些摄像头被放置在正方形模组内,看起来与目前曝光的所谓样机很相像。 前摄也有所升级,新增对120帧每秒慢动作拍摄的支持。此外,三款iPhone都将搭载A13芯片。 2,华为Nova 5i Pro正式公布,麒麟810加玉霸四摄。 7月24日消息,华为Nova系列新成员Nova 5i Pro正式官宣。该机将于7月26日下午4点08分开启预售,值得期待。 根据已经披露的信息,华为Nova 5i Pro采用了极点全面平方案,前置3200万像素,支持人像超级夜景,后置4800万AI四摄,造型神四Mate 20系列的预霸。 更重要的是,华为Nova 5i Pro搭载麒麟810人工智能芯片,这是华为系列第二款麒麟810机型。 官方介绍,麒麟810采用全新资源华为达分旗下构NPU,AI耗分高达32,280分。 此外,华为Nova 5i Pro搭载GPU Turbo技术,官方称新升级的GPU Turbo适配60款主流游戏,深度优化游戏性能,降低游戏功耗,带来稳定高帧率,酣畅淋漓的游戏体验。 触控响应更加明敏,游戏操控流畅跟手。 3,MIX如此抢眼。 小米新机外形曝光。 7月24日消息,近日,小米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的两项新专利引发了关注。 据专利图所示,第一款手机延续了滑盖设计,正面几乎全视频,背部有四颗玉霸样式的摄像头,集成在圆形模组中。 滑开盖子后,露出两颗前置摄像头,和一颗LED闪光灯,顶部和底部,没有见到3.5mm耳机孔。 另一则专利中的手机为直板造型,额头像是圆弧状的一形切割屏,中间露出两颗前摄开孔,背部为书排三摄。 抛开造型,作为小米下半年的重量级旗舰,小米MIX4还有望售8小米先进技术成果,比如目前已经公布,尚未量产的技术有100把超级快充,光于屏幕指纹解锁,屏下摄像头等,小米MIX4有可能会搭载上述技术中的一种或几种。 4.华为24K土豪金定制版手机曝光,是我买不起的样子。 7月24日消息,知名数码博主曝光Gold Elite Paris 24K黄金定制版华为P30 Pro,据图片显示,P30 Pro机身背部被镀上24K纯金,除定制力额外,还额外附送金牌证书。 近日,著名影视明星真子丹,晒出自己的定制版P30 Pro。 据悉,华为P30 Pro屏幕采用6.47英寸的OLED显示屏设计,分辨率为2340x1080。 搭载麒麟980处理器,内置4200毫安时电池,支持15瓦无线充电,以及40瓦快充。 在相机上,华为P30 Pro前置3200万像素摄像头,后置4000万像素加2000万像素加800万像素加GOF镜头四摄。 值得一提的是,此前,小米9,Redmi K20 K20 Pro均推出了黄金定制版,看起来也是十分的豪气,售价更是万起。 至于这款黄金定制版的华为P30 Pro的售价,我们尚不清楚,但它的价格一定不菲。 5.雷军宣布小米电视第一。战绩惊人。 7月24日消息,小米创始人,小米集团董事长兼CEO雷军宣布,三家调研公司数据显示,小米成为唯一半年度出货量和销量,全部突破400万台的电视品牌,斩获中国电视市场第一名。 为了庆祝小米集团入选世界500强,小米电视推出专属特惠。 其中,2000元档以下,小米电视4C32英寸699元,降价100元,小米全面屏电视32英寸799元,降价300元。 小米电视4A43英寸青春版,1199元,降价300元。 小米全面屏电视55英寸,1999元,降价100元。 此外,小米4A65英寸,2899元,降价100元。 小米壁画电视65英寸,6999元。 6.黎南突然曝光魅蓝超级旗舰,3299元。 7月24日,近日,微博知名数码博主分享了李南在微信群中的一段爆料,李南表示,魅蓝当年其实有一款真旗舰,不过被砍。 李南表示,魅蓝真旗舰被砍了,魅蓝独立发展的时间太短了,来不及分享设计草图,魅蓝真旗舰概念,注意时间戳,比VivoNext早,无刘海全面评价弹出摄像头。 从李南分享的设设计草图的照片看,这张照片拍摄于2017年11月12日,地点位于珠海市湘州区,展示了三种升降式全面屏的概念设计,机身厚度标注为8毫米,而且甚至有价格,3299元。 随后数码博主爆料称,这个在17年底有听说过,那时候名字好像是魅蓝Zero,还没有立案就砍了。 7. 官宣 国型Switch终于来了,腾讯代理发售。 7月24日消息,At腾讯Nintendo Switch官微正式宣布开通,并发布了第一条微博,腾讯与任天堂正在努力将国型Nintendo Switch带给大家,相关消息会在这里第一时间同步发布,欢迎大家关注。 Nintendo Switch是任天堂于2017年3月发布的一款游戏机新品,主机采用家用机掌机一体化设计。 新机部所趋,支持1920×1080电视输出和1280×720掌上输出。 港版NS于2017年3月3日发售,台版于12月1日发售。 前不久,任天堂刚刚发布了Nintendo Switch Lite,与Switch相比,它的屏幕尺寸更小,价格也更低,开卖价为199美元,与Switch相比,便宜了100美元。目前尚不清楚,Nintendo Switch Lite是否也会推出国行版版本。 8、全国气温最新排名出炉,这两个省热炸了。 7月24日,据知名科学科普博主消息,24日9点20分前后的全国高温榜已发生变化,河北和南急速升温已超过江浙户,河北风风高达36.1度。 不过由于江苏上海湿度大,按酷热指数仍然是江苏和上海最热,上海浦东新区出现了34.5度,加70%相对湿度的极端桑拿天,极易中暑。 据了解,酷热指数是NOAA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一套衡量体感热度的计量方法,特点是不仅考虑温度,还考虑湿度,可能更接近实际。 24日8点左右,全国温度最高前十大多在江苏上海,酷热指数前十,那就全部在江苏上海了,分别是昆山、江阴、嘉定、设阳、浦东、江都、太苍、丹阳、东台、苏州、上海两席、江苏八席。